其实皇上心里 还是尊敬太后的 你觉得赵飞燕出身寒威 不配为后 她就封辞她的亲族 也是想让太后 能够接受她的出身呢 估从前以她的出身为由 不过是借口罢了 如果赵飞燕贤良淑德 姑爷绝不会阻拦 可是自从她入宫以后 恃宠生娇 嚣张跋扈 如果这样的女人成为皇后 那么永相以后 还有什么安宁的日子可言呢 太后你看 等赵飞燕做了皇后 就必须一犯后宫 静踪礼点 人一旦爬上了高位 就再也舍不得下来 太后 可以以皇后之位 来约束她的言行举止 严加调教 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也必得乖乖地向你低头 听从太后的吩咐 太后 真的说不再过温了 微臣 所言字字句句 都出自太后之口 太后重视母子之情 大大甚于入主中宫之人选 好 爱卿 替朕办了一件大事 朕有言在先 要重重赏你 酷谢陛下 微臣不敢邀功 以后 长留朕的身边办事吧 谨遵圣旨 起驾昭阳殿 陛下起驾昭阳殿 姐姐 恭喜了 妹妹 姐姐 不 皇后殿下 不 妹妹 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 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几天 我寝食那安神不守舍 如同在梦中一般 我们姐妹 我做了皇后 妹妹将来你做昭仪 我们终于成功了 从今往后 在这永相后宫 不 普天之下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 姐姐 大喜的日子 快别掉眼泪了 走 快试一下皇后的新肠服吧 永始元年六月秉吟皇帝诏曰 皇后母仪天下体质尊贵 供奉天地底成宗庙 交房五主中宫旷位 赵夫人秉姓贤淑得冠后群 今礼赵夫人为皇后 恪守复道礼范后宫 敬宗典礼 四海皇天 为德事宜 无负正命 天路永终 钦此 怎么样 皇后看着还满意吧 臣妾谢过陛下 你们都退下 朕与皇后有话要说 你可知朕为何立你为皇后 陛下此话何意 臣妾不知 朕也不相瞒 你与何德之间 朕更倾心于他 为此 朕对你有所歉疚 希望予以补偿 所以才排除众议 甚至不惜与太后反目 坚决要立你为皇后 你千万别辜负朕的一番苦心 臣妾谨记陛下安德 皇后乃中宫之尊 必须守复德 若不安本分 会声势祸乱后宫 许事 就是因为嫉妒声势 才会自导罪严 为皇后者 妾不可嫉妒张扬 许事的教训 你要记住 朕 今日有些累了 你早点歇息吧 有女同行 言如顺英 江傲江详 佩玉强强 比美梦江 得阴不忘 这正是朕 眼前这幅美景的写照啊 不愧是陛下 对诗经都能倒壁如零 你说说这事该如何解释 臣妾不知 这其中的意思嘛 就是说 有美丽的姑娘 和朕一同乘船出游 容颜如锦花般红润 身上的配玉 叮当作响 有如江家美丽的姑娘一般 美好的品德 为永世流传 爱妃 现在你既已贵为皇后 也应该有与地位相称的修养才是啊 臣妾还以为 陛下所说的 是喜欢臣妾的声音呢 你呀 来 爱妃 陛下 让臣妾为陛下 现武助兴如何 好 那就 有劳皇后了 好 陛下 臣妾敬你 好 陛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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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船头风大 你要小心些 你是什么人 威臣妾 是新进入宫的五级侍郎 不过是个小小的侍郎 也配过问姑的事 皇宫里的人都盛传 皇后是一位难以接近的高傲美女 不过在微臣看来 你的高傲 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卑而做的样子 你 救命啊 陛下 救命啊 陛下 皇后获胜 末月 末月 快救活 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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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心疼还来不及呢 炎世锋 在 此次你救护皇后有功 朕准你 从此可以自由出入宫禁 保护皇后 谢陛下 永始元年八月丁丑 太皇太后先世 定逃太后 和中山太后回朝扶桑守孝 至此我们三人又聚集一趟 在太皇太后的陵前 我们追忆往昔 从永相的佳人子 到今天各自的处境 熟悉的是我们往日的烟雨 陌生的是一个 看似已经脱胎换骨的 定逃太后 咦 皇太后惭恼无极 安 funktion 来 自作 睡不着 过来找你弹弹心 殿下请用茶 好 郑君啊 近日来怎么如此憔悴呢 可那是天气转凉 有些常饭不思了 现如今已经有皇后掌管永相 你就不必再事事操心了 不过这说起皇后和赵昭仪 我只在大行太皇太后丧礼上 见过他们一次 此后就再也没见过 他们两个人了 难道他们从未到 常乐宫向你请安 别说他们 就连奥尔 我都好几个月没见他的面了 以前我和奥尔一见面就争吵 如今可好 连吵架的机会都没有了 奥尔就像你 脾气倦 你对他越严厉 他的反抗心就越强 这自从赵氏姐妹进宫以后 我和奥尔之间就隔得更远了 这赵氏姐妹 不管怎么说 他们终归是你的儿媳妇 必要的时候 你可以严加管束 不过话说回来 奥尔有宠爱的女人 也是好事 能够及早诞下 继承人的话 有利于江山设计的稳固 是 如果能尽快有子嗣 那当然好 只是赵氏姊妹专宠 永相便没有安宁 姐姐赵飞燕 任性高傲 但秉性纯真 而妹妹赵何德 她让我想起 从前的阿瑶 阿瑶如今 像变了个人似的 这场丧子之痛啊 会让她彻底醒悟的 对于母亲来说 没有什么 比失去儿子 更让人伤心的了 我想阿瑶 也该收敛收敛 自己的野心了 你有没有按时 给他们服用西姬丸呢 一切谨遵夫人的指示 那他们 有没有起疑心 西姬丸 能使容颜 更加艳丽 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啊 所以赵氏姐妹 不仅没有丝毫的怀疑 反而对夫人你啊 十分的感激呢 不错 西姬丸 确实有强大的养颜功效 可是 其中所含的赦香 却能使女人不遇 这一点 恐怕他们 做梦都想不到吧 阿元呢 这菊花酒的味道 真是越来越醇厚 怎么喝都喝不腻呢 嗯 这就是菊花酒吗 酒的味道好怪啊 这个 宫中的酒 是不像林间 临时采摘些花朵 净叶 泡在酒中 便成了 这酒中之味 当然是不一样了 赵赵仪 我知道 你来自民间 喝过了那些粗酒 所以才不习惯 宫中的佳酿 没关系 没喝过 就多喝点 是啊 比起那些光有教养 而自民不凡的贵族女人来说 还是善解仁义的民间女子 更能得到陛下的宠爱 善解仁义 善解仁义好啊 可在宫中 更要善解宫中礼数规矩 皇后 姑听说 你和赵昭仪 可一直不遵守 五日一请安 到常乐宫 侍奉太后的 这条规矩 不知 可有此事啊 因为 陛下她常要我们陪伴 我们姐妹 每日都忙于为陛下事情 所以才未能向皇太后请安 侍寝 侍寝 就可以不守公规 不孝顺太后 侍寝本来就是嫔妃的本分 早日生下皇子 不是头等大事吗 更何况 皇太后都没有责备我们 中山太后 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那真是 难为二位了 民女无教啊 那姑 还真是不忍心怪你们粗俗 不过 往后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此类荒唐话 就不要再说了 来 喝酒 喝酒 赵赵仪 你是皇帝的妾室 你的每一句话 所做的每一件事 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身份 请你时时刻刻谨记在心 看她那嚣张的样子 何止是传说中的祸水 一看就是专持男人脊梁谷的妖女 我看她呀 她是吃定你儿子了 如果我跟他们俩针锋相对 那只会让我和奥儿的关系更加紧张 这论地位 她也算是我的儿媳妇 儿媳妇竟然不尊重婆婆 这实在是太可恶了 如果不给她教训 她就会更加目无尊长 教她们规矩的事情 我看还是由我来做吧 来 过来坐下 消消气 让我抓到你 不要跑 不要跑 抓到了 抓到了吧 儿臣参见庶母 免礼 赵昭仪呢 赵昭仪 大概到内殿换衣服去了吧 庶母今日来找儿臣 有何要事啊 看样子要是没有要事 就不能来了 那姑只好先走了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 奥儿啊 你总也不来看看姑 姑姑想念你又见不到你 也只好 亲自来给皇上请安 庶母是在说气话吧 天底下哪有母后 给儿臣请安的道理 好 既然你知道这个道理 就不跟你拨弯抹角了 儿啊 你的母亲因为担心你整日吃不下睡不着 那儿臣请安 请安 那就好 好 那你请安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带上皇后和赵昭仪 全家团聚嘛 若是媳妇不到场 不就显得冷清了吗 那顾先走了 太后长乐未央 免礼起来吧 赵昭仪 还真是光彩赵人 请过来 赵昭仪 这个 是我们中山特产的饼耳香诺润花 姑赏给你的 慢 一看就是刚进宫 不懂宫中的规矩 长辈赏你礼物 怎么可以不行礼谢恩呢 行骑手大礼 免礼平身吧 谢皇太后 谢皇太后 陛下 姑听说 你的妾室们以为 事情比给太后请安还重要 不知中山太后 从哪听到了这种谣言 如果不是陛下曾经流露过这种想法 他们应该也不会有胆量无视孝道吧 竟然一个多月都未到长乐宫来请安了 他们绝不敢有这样大逆不道的想法 过去是儿臣疏忽了 今后一定努力改过 我看这样吧 还是恢复五日一起安的规制吧 等你们将来有了皇子 更是要常常到长乐宫来 一家人聚在一起共享天伦 就依照母亲的吩咐办吧 陛下 你不会认为姑这个外人插手管你们的家事 是多此一举吧 中山太后怎么会是外人呢 你 就像朕的母亲一样 还是赵昭一家的菜更可口些 姑不爱吃羊肉 姑爱吃兔肉 赵昭一 这兔肉 好像就摆在你的桌边呢 今日这兔肉做得色泽不大好 还是吃鱼肉吧 姑平生啊 最讨厌的就是鱼刺 把这鱼刺剃干净 再加给姑 中山太后 我看吃鱼太麻烦 还是吃虾吧 你看到赵和德那张脸了吧 被我气得 粉白的小脸气得碧绿 跟个孩子过不去 就把你高兴成这样啊 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我教训教训他 让他好好当你的儿媳妇 有什么错啊 到时候你抱了孙子 还得谢谢我呢 等到真的抱上孙子再说吧 这许厚和王美人的孩子都 恐怕我这辈子 是没这个福分了 说什么呢 来来来 尝尝 好吃 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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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快起来喝完粥吧 我刚刚熬好的 喝下去就不冷了 来 天哪 你的手怎么冷得跟冰块似的 都远着该死的天界 看来冬天真的不远了 姐姐 你能不能去药床棉被来 昨晚 我冻得受不了了 一夜都没睡 我前几天 我前几天去找过永巷令药棉被 可是她推三足四的 我今天再去找她药 如果还不给 我就去找少府 我已经是个被废的王后 少府 怎么会管我的事呢 那又该去找谁呢 难道要去长老宫找皇太后吗 皇太后肯定对我失望透了 她极力栽培我 可我却有负于她 自从我搬进这昭台殿 皇太后她一次都没来看过我 只是偶尔叫班妹妹过来送些饼儿 皇太后她是不是把我忘了 我们现在不能再指望她了 那陛下呢 陛下会回心转意吗 妹妹 怎么说 你和陛下都是夫妻一场 如今她是在气头上 等气消了 自然就能想起往日的情分来 只要能够回到陛下的身边 无论我吃什么苦都愿意 陛下 妹妹 你别着急 陛下节课就到 姐姐 我是不是快死了 好疼啊 为什么 我感觉不得一丝难意 妹妹 你别胡说 你只是受了点风寒 睡一觉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皇上还等你给她画画呢 姐姐 要是我死了 你 一定要传告陛下 我从来没有用我国阻止过任何人 妹妹 你不能死啊 妹妹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哪怕是要我的性命 我也会帮你恢复名誉 让你重新登上皇后的宝座 陈玉大人 夫人 在下 近来一直忙于公务 没有去看望你和黄嫂 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啊 大人 我们遭人白眼不说 还处处受挤兑 真是叫天天不英 叫地地不灵啊 眼下 天气渐寒 永相令府 竟然连抽被子都不给 害得妹妹生了场大病 我们真的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求大人 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您一定要救救我们 夫人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和黄嫂跟我都是一家人 知道你们受苦 我这心里啊 就跟猫抓了似的难受啊 夫人 以后要有什么难处 就直接跟我说好了 你来做什么 这里不是像你这样高贵的夫人该出来的吗 那边是很重要的 你还是要走 姐姐 你这是怎么了 那不舒服吗 少装出一副关心人的样子 你看看你 还是那么优美动人 堂堂的做你的结余夫人 可我呢 我为什么就要被打入冷宫 为什么就要受别人的侮辱和指责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能保护好你 才让你变成现在这样 你要怎么责怪我都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我们一起分担 一起分担 我病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 你只顾在皇太后面前羡慕妖宠了吧 你能言善辩能躲过乌骨的指控 我却只能忍受陷害和侮辱 陛下为什么只相信你却不相信我 是不是你也参与了陷害我的阴谋 否则你怎么会平安无事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姐姐你清醒一点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 我是想帮你啊 表面上亲密无间 背地里却暗下毒手 这不就是永相的女人们最经常做的事吗 我凭什么相信你是个例外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你给我滚 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 我这就禀明皇太后让我来陪你 其实我早该和你一起来的 不 姐姐 姐姐 快出去 姐姐 你 你不是我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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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殿下 请允许我到昭台殿 去陪伴阿娥姐姐 你知道 现在我是什么心情吗 连你也要离我而去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 总会让你很难过 可我实在是担心阿娥姐姐 她太脆弱 太善良 我担心她承受不了 漫长而冷酷的生活 作为姐妹 我应该去跟她同甘共苦 你以为 我就不担心阿娥吗 有好几次 我也想去昭台殿看看她 就像在巫蛊事发之后 我不能寻思一样 你知道吗 在皇宫里面 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 难道你真的相信阿娥姐姐 会做出巫蛊的事情吗 她的为人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就算给她机会去害人 天真无邪的她 也只会往后退 傻孩子 有的时候啊 人们并不关心事实的真相 现在陛下对此事深信不疑 即便我是陛下的母亲 都没有办法改变她的想法 那就任凭阿娥姐姐 孤孤单单地在冷宫里 背负着卑物的罪名 聊此残生吗 那她不是太悲惨了吗 我心里面也为她难受 当初阿娥是我把她接进宫里面来的 我把她带到奥儿的身边 希望他们俩能够相亲相爱 可事与愿违 我能把阿娥送到奥儿身边 却不能把她塞进奥儿的心里面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做 他们在做什么 殿下 他们在为昭仪夫人 修建新的宫殿 有这种事 姑怎么没有听说过 听说昭仪夫人布满自己的宫殿 比焦房殿规模小 所以要求圣上 为她另外造新的宫殿呢 她想凌驾在孤头上不成 姐姐来得正好 这鹿绒鸡汤有助孕的功效 姐姐快喝一碗吧 我问你 为什么你要陛下为你建造宫殿 姐姐你误会了 建造宫殿全是陛下的主意 我实在推脱不掉 就只好接受了 你以为我会不知道 陛下被你吼得团团转 你让她往东 她就不会往西 只要是你不想做的事 她是绝对不会勉强你的 姐姐你也明白 我从来都不会和你争 如今你已经贵为皇后 永相的一切都尽在你的掌握 我只不过是受到陛下的疼爱 我也不愿意为这种小事跟你争吵 只是你要明白 就算陛下再怎么宠你 你也不能骑在我的头上 我要是有一丁点这样的想法 叫我天打雷劈 姐姐怎么了 这阵子总是头晕乏力 是不是还想呕吐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有身孕了 太医 皇后身体如何 是有喜了吗 回禀殿下 皇后不思茶饭 头昏呕吐的症状 是由情绪引起的 也就是情质不舒 肝气欲结 才引起荣味失和 并不是喜脉 而殿下体内的包宫 已经被毒药严重侵害 恐怕再也无法受孕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孤中了什么毒 微臣一时也检查不出 只是推测是一种温和缓室的毒药 服用的初期不易被发掘 需要长期服用 才会见效的 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 敢给姐姐下毒 我一定要长出来 无论她是什么人 我都会将她碎尸万断 会不会是许鹅 她不可能有这种胆量 从脉象上看 殿下在入宫之前 就开始服药了 入宫之前 是 入宫之前 太医 你给我把下拜 遵旨 我 我是不是和姐姐一样 正是 今日之事 绝不可对外泄露半个字 遵旨 下去吧 微臣告退 樊宫人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药 你回答我 这是 这是西鸡丸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这到底是什么药 若是你不肯说的话 我就把你和这药一起交给燕婷玉 到时候自然会真相大白 奴婢 只是奉命给两位夫人服药 其他的事一概不知啊 你 你 你到底是放了谁的指使 是 是 毕宝太后 你如果 是想问这件事的话 你心里 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臣妾不明白 我们姐妹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要瞎这样的毒手害我们 飞燕啊 你知道姑当初 为什么要送你们姐妹俩进宫吗 太后是想让我们掠获陛下的心 让她听从你的摆布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而姑的另一个心愿 今天也不妨告诉你 姑要借你们的手 铲除掉成帝的子嗣 让她后继无人 当然了 你们姐妹俩也不能换上她的孩子 因为斩草 就要除根 对吗 你为了把自己的孙子 推上帝妃 居然用如此歹毒的手段 你就不怕 我到皇太后那里去揭发你吗 你帮姑做的这些事情 我想你自己 应该心里有数吧 你认为皇太后 会放过你吗 你害我今生今世都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这个仇我不能不报 就算皇太后不相信我 我也要把你的丑恶嘴脸公之于众 你好像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吧